交通部表示 為了保存機車造行車安全 我果從2019年起 新上市機車全面強制駕裝ABS系統 台灣路窄車多加上多雨的天氣 機車打滑發生事故時有所聞 現在交通部言以要強制新出廠機車 駕裝ABS防鎖死刹車系統 等機車緊急刹車時能夠釋放壓力 等所死的車輪恢復轉動 交通部表示 機車強制駕裝ABS是國際趨勢 國外研究顯示 可望降低三成機車事故死傷率 歐盟將會從明年起 就會強制機車駕裝ABS 而我國售限廠商零組件改版 事情延到2019年 估計新車也將因此 漲價3000至1萬元不等 交通部表示 已經要責業者開會協商 未來機車ABS系統量產後 可望壓低價格 大政府不會吸收或者補助 一切以業者評估市場接受到來定價